所以基本上就是 冬大然後 小姓然後March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其他的學校 那你們覺得哪個學校帥哥比較多呢? 冬大特別少 其他就差不多吧 那據說冬大怪胎很多 李祖應該更多吧 嗯我覺得說怪胎好像有點失禮 就就是個人特色比較明顯的人很多 然後他們就是很就是比較活在自己的世界 對啊 然後我舉一個例子好 那是我們研究室有一個阿宅 然後呢他坐我旁邊 我就是一直覺得他身上有個味道 但又不好意思說 但是就是已經蠻久了 然後大家一開始不熟都不會直接問 後來大家慢慢跟他變熟之後 有一天就問他說 我就還說 問了兩下就說 欸那個什麼什麼君 你是不是沒有洗澡 然後他就說 早是要每天洗的嗎? 然後大家就是傻眼阿 那因為他 剛剛說他穿衣服他都會穿反面 就看他那個表現是露在外面 然後他就直接穿著那個上衣服 就上來發表說他這一個月的 研究的內容什麼 而且同一件上衣可能會穿 所以他可能正面穿五天 反面穿五天 對反正就是同一件很條的這樣子 然後 一個禮拜大概三到四天都會同一件上衣 然後就會是反的 然後 感覺就是也沒洗 可能人也沒洗 然後衣服也沒洗 然後有個味道 他是多考驗就是洗 然後可能頭髮就是亂亂的 然後還會有一些屑屑在頭上這樣 然後我有一天就是進研究室的時候 我就被嚇到 因為有人躺在地上 他直接躺在地板上 然後因為桌子下面 他怎麼了 沒有他可能前一天沒有回家吧 然後他就是 就做實驗 直接躺在地上睡覺 或是他可能很早來 但是他可能前一天睡不滿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躺在地上 那我就整個嚇傻了 然後看到我還是趕快站起來 然後對不起對不起這樣子 然後就造成的困擾 然後開窗戶阿 他可能怕說 太臭 對 忽然很溫柔 還開窗戶阿 什麼的 還都讓他通通一下這樣 他竟然有聞到什麼嗎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味道已經 滿久了 其實我也是有點習慣 那時候我就是看到有人 躺在一般的地板上 我以為說他是不是死了 對 然後那個地板可能已經不知道幾年沒掃了 而且他起來說他身上還黏了一個 地上的紙穴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很妙的人 然後我想幫他跟你講 但是他後來是我們整個研究室裡面就是人員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非常的 純妙 對 非常的妙又有趣 然後又完全沒有任何心機 就是很純純的 對啊 那告訴我們你就算很錯還是交得到朋友 還是交得到朋友 就是個性 就是後來大家都超喜歡他 因為覺得他這個人實在太可愛 對啊 大概還是不洗澡嗎 後來大家就會跟他比較熟的其他的同學就跟他說 你應該要每天洗 你應該要每天洗 因為他問大家說早上每天洗嗎 大家就忽然承諾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搞 沒有時候一天洗三次耶 對啊 哇 好早嗎 大學學部之商或是獨立設置的研究機構 用於進銷售博課程研究所 日本有的時候像早慶 像我覺得慶應就是很壓抑自己的一個族群 真的嗎 對 慶應的人比較社會化 別拜託 我以前我家住在我們光維那邊嘛 慶應的小學 幼稚園 幼稚園 很社會化嗎 最屌的一件事情 超社會化 因為他們會停在內站 然後在我們家內站隔壁 他們會打招呼對不對 他們會 那個巴士門一開啊 他們就會說 然後就進來耶 每一個人 不會有任何人沒說那句話 而且不管有沒有人在看 他一定會 而且他們小時候穿得很漂亮 然後戴那可愛的帽子 大人從來沒有人在駕空中 而且他下車一定會 因為說 謝謝 然後就下去 所以你看光從小就不可怕喔 這樣訓練的人 那是慶應的 從幼稚園直升到慶應大學的人 可能會在小學的時候接受的教育 那這樣表達到20歲就加一那麼久 你看他怎麼可能有放這次服 對 他一定會每天洗一包 而且趕快會洗一到兩次吧 頭髮一定會整理 而且衣服不可能穿髮吧 對 對啊 幼稚小一般是指幼兒園 但是慶應大學的幼稚社指的是 慶應大學的私立小學非常難考進 對啊 金大也是很富啊 金大也是很富啊 金大就是他們每年的畢業典禮 就是很有名 因為那個日本的新聞都會爆 他們畢業典禮就是會有很多人Cosplay 而且不是說大家知道那種漫畫的那種Cosplay 譬如說今年有某一個很有名的社會事件 大家就會想盡辦法模仿那個社會事件 我會想如果今年他們有辦 會不會有Cosplay Corona 會喔 怎麼他可能會來病毒嗎 他可能就是一個病毒的樣子 對 有罐啊 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會用那個樣子去領畢業證書 好帥喔 很帥啊 然後所以就是每年都會有很多媒體去採訪 然後就會問他說你這個是要代表什麼意義 因為很多都看不出那個是什麼意義 他就會說喔 他要說明嗎 對就要說明說喔 我這個是一個病毒的形象 哇 對啊你就想說這些人每天都在做這些事情 難怪最後可能會跑出一片天 那我覺得這樣蠻好的就是 創意為主 照自己想做的時候發展 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好的 對 對 對啊 因為你看像清英鬧出最有名的醜聞 就是他們 因為 也是社會化的一部分 就是他們從大學就開始練酒量 所以他們就差 然後有一次就是大概四五年前就是 因為清英有一個大一大二的社 校區在神奈川縣叫日吉 然後那邊就是真的就是清英的一二年級在那邊做亂的一個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次是 呃 深夜然後從商店街跑到那個車站然後全落 然後被錄下來 然後就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 因為裸粉嘛 而且是一群人 而且他們本來是內褲有穿 然後後來就是不知道是誰說我們乾脆脫了就是 內褲 對 就內褲就脫了 然後那是一個很有名的社團 就是搞選清英校校草跟校花的社團 然後也因為 那裡面是蛋活動的社團 對然後那個蛋活動的社團 就導致校草就被取消了 對就不選了 對選不出來 對因為沒有就是他們他們的這個整個 整個社團就被視為有問題 所以就是就是整個被取消 那我覺得基本上 吸引的學生就是可能過於壓抑 所以他們有一些 就很奇怪的行動 他們沒有擺在畢業典禮cosplay的 對啊就是很一般日本人 他們畢業典禮就要穿得很平面啊 對啊因為他們 喝水就要脫衣服 要當鑼絲的螺絲釘嘛 所以就跟他們平常當螺絲釘 跟他們卸下他們成為螺絲釘的那個 之後就是要開始瘋狂 就一定開始培養小型的日本的社會 對對對社會的 對沒錯 而且其實慶應本來就是在商界比較吃得開啊 很多老闆啊 對而且還有一些就是 商界的一些聯繫啊 對因為慶應有一個很龐大的 就是畢業生組織 叫做三田會 為什麼叫三田 是因為慶應的大三大四的校區 在三首縣的田頂站 然後在三田那邊 就是在東京鐵塔市 其實你上學那邊確實有種旺 好像很屌的感覺 對所以才會叫三田會 然後三田會就會有很多 就是大公司的老闆 然後像我們的公司也是 其實有各校的人嘛 比如說其實中大應該有鴻門會是不是 是 是 但是我後來發現 校委會好像叫營信會 是嗎 對我請來看一下 妳是 方式的 沒有就是因為東大的校會是營信 然後因為東大的那個營信很有名 對然後長大我記得是叫 像比如說營門公司這個規模 因為我們公司才1000多人 就是東大或者是早大的那個 明明早大是最多人的 喔真的喔 對啊因為早大 早大一樣都是 人本來就比較多 早大陸續的學生比較多 但他們都沒有在活動 就是我們公司只有三田會 是每年都有在認真辦的 因為再加上社長就是三 社長就請 然後這邊有聯合三田會 那就是像 跟美國的名校長 就是一直不停要去貿款 然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那個達標 欸那這樣我插開的話 那這樣你們親應的人去應徵你們公司 會有比較多機會嗎 還是有故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至少你在比如說三田會好 你就可以認識很多前輩 喔然後就可以幫你錢 其實還是算可以認識比較多人 所以三田會其實是一個蠻 在商界蠻 我覺得是蠻有用的 對啊然後你如果是聯合的話 就是更會更多認識更多 你自己是社長 你就會很方便 喔對 你就會認識很多社長 對啊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為什麼親應在商界還蠻吃香 感覺蠻吃香 可是在招跑的階段 我覺得是沒有啦 因為大棒分那些名校的 其實就是真的 真的看面是何不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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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